人静的来高雄发大财 而这一句竞选口号 不只是一个口号而已 尤其豁出的去 是农渔民们的新生 高雄市的执政团队 将会再次换人来做做看 而这些在地的农民 也对未来新政府的农业政策 有着更高的期待 这蓝绿执政 高雄一直以来都是 重工业城市的一个印象 只是随着时代的转变 传统的产业持续的转型 工业也走向了高质化的发展 石化业也转向永续绿能 其他像是软体园区游戏 以及航太产业 在高雄都有了基地 只是整个产业的主轴 究竟在哪里 港都似乎还在摸索当中 排行女子到香港后确诊 指挥中心表示 以发病时序来看 对台湾都没有影响 菲律宾的境外移入比例最高 而菲律宾的大马尼拉地区 又再度进入封城状态 而疫情之后 小巨蛋解封周星哲 成为第一个开场的歌手 历史的台湾智商厂 在第二代接手之后 踏上了转型之路 至今发局举办了 饼酒大会活动 带您来看 赵正宇摄滩案 原本台北地院裁定交保 但是大翻盘重开击压停 高雄市大社区一辆连接车 在路口回转的时候 差点撞上了刚起步的机车 还好骑士逗退撸 才索性躲过一劫 男子大清早就在家门口 咒骂八旬的老母亲 而且还一度坐视打人 感谢观看